各位朋友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兩位比較年輕的嘉賓 討論一下最新的事件報告有關年輕人的問題 在我右邊就是民建聯的陳克勤議員 再右一點就是自由黨青年團的秘智敬先生 我是何韻謙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年輕人時下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特別是香港年輕人讀大學的機會 其實很多人都批評的 因為似乎是跟外國比 一些富裕的地方比是沒有那麼好 但此次的事件報告也提出了有好幾個提議 是增加年輕人就讀大學本科的機會 或者請陳克勤講講 你覺得民建聯怎麼看 或者是一般你和年輕人溝通 他們怎麼看這個施政報告的工作呢 我想這次的施政報告其實挺好的 它集中在教育和就業兩方面 是比較多的著墨去做 正如剛才Lawrence你講 大學資助的學額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香港相對於歐洲的地方 我們資助學額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我們的年輕人現在入讀大學 基本上是18%入學 但歐洲基本上可以去到25% 所以你看到有個差距在 美國可能更高 對 美國可能更高 當然我們要有一個平衡 你不能夠學位不斷地 好像通貨彭障去到那麼高 不是一件好事 但要令到所有合資格讀到書 入到大學的年輕人 都有一個機會去讀大學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增加大學的資助學額 以及自資的學額 每年一千個都是一件好事 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讀大學 培訓他們自己相關的知識 讓他們貢獻社會 否則我們太多年輕人 本來可以讀大學 但他們上不到去沒有機會給他們 其實對於社會來說是一個浪費 李子健怎麼看 這次他有幾個措施 其他措施是說 副學線可以讀完兩年之後 銜接升到大學讀三年班 有1,000個名額基因 由4,000個加到5,000個 變得多些機會可以讀大學 有人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一開始就讓他們入大學 你的反應又如何 其實我們要留意 我們年輕人群組 其實各有所需 有一些他可能是讀大學比較適合 有一些可能是從職業培訓 那些比較適合 有些可能他得了業中學之後 未必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有這樣的條件 直接去讀一些學士的學位 可能透過這些階梯 對他們的學習來說會比較適合 剛才陳克勤也提到 其實現在香港 入讀大學的比例是比較少 去到18% 而事實上也大概有三分一的學生 其實他是符合入讀大學的資格 但是他沒有這樣的學位去參與他們 所以今次的施政報告裏面 提到增加一些資助學位 或者一些自資的學位 其實這個方向是絕對是理想 亦都透過譬如一些副學士 如何去銜接一些學士的學位 我們在那個教育裏面 製造了一些階梯 讓一些不同的學習程度 或者不同的需求的學生 最終都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其實這個方向是窄不窄 就是用不同的速度 但是最後都是可以大學畢業 我想有一件事要補充的 就是我們經常接觸到很多副學士的學生 其實他讀完副學士 他不滿足自己在那個學術階層的位置 其實他還是想去讀大學的 所以如果你是多一些銜接的課程出來的話 對於年輕人來說 不論他是讀完副學士去做事也好 或者是繼續升大學也好 都是多一個出路 之前也訪問過一些僱主 他們怎樣看副學士的學位 其實現在很多大部份的僱主 將這個跟一些高中畢業的差不多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 當然他們會希望有些銜接的學位 可以最終得到一些學士認同 明白 但是有兩個措施我挺喜歡的 但是一個就是 因為我覺得香港始終是一個國際城市 還有我們現在要加強跟國外的關係 所以這次有兩個措施 就是給一些學生 有部份 如果去內地讀書 會給一萬五元津貼它 又有一個名額是給一些優秀的學生 去外國讀這個名牌的大學 令到香港的學生 那個視野會闊一些 我個人就很喜歡這兩個措施 但是譬如是批評的 有人批評說 你拿到四十五萬一年去外國讀名牌大學 你不公道 只有一百個學生 為何你不給多些 那你跟年輕人溝通 你覺得這兩個措施大家歡迎嗎 我覺得不同的年輕人有不同的需要 首先你說去外國一些知名的大學 做一些學習交流 這個是好事來的 因為我想你要看一些基層的家庭 他可能都會有一些很聰明的學生出來 但是他未必有這樣的家庭環境 可以資助到他的名牌大學 所以如果這裡是有一個資助 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好事 當然富裕的家庭 他們可以自己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要看另外一個層次 我覺得這裡其實教育局要想清楚 應該是要求這些學生讀完 回來服務香港 我想這個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們都不想我們的年輕人去讀完書之後 就拿到政府的資助 然後就留在那裡 我想可以有些相關的條件 正如一些機構他保送了一些人去讀書的時候 然後他都要簽一份合約回來 一定在機構裡面服務幾一年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政府要考慮的 可以保障我們公共資源 培訓完那些人不會流失去大學的地方 第二個我想說的其實就是去內地的資助 我身邊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家庭環境不能夠負擔他們去外國讀書 只可以負擔到在內地 所以你會看到廣東省 甚至上海、北京 我們一些熟悉的深圳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 也有很多我們這些香港籍的學生在現在讀書 但因為以往政府說的福利可攜的制度 一些資助的費用給不了這些學生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家庭的經濟壓力都是很重的 今次這樣的資助其實是幫到他們很多的 所以他們不用在內地又要讀書 可能要做一些兼職 賺一些外販 因為生活費有很多問題 沒錯 所以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的家庭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而且我們看到在內地一些名牌的大學 他們讀到某一些課程 學術水平都不差過香港 你是文件 我不問你的問題 我問你 洗腦的問題存不存在 你又要放在內地讀書 還不是洗腦的 其實過往我們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香港人 基本上是一個很大的香港主義 這個是有些問題 你留意如果你在美國 某一個城市的話 那個流動性其實很高 你不會十分抗拒 去搬離你自己所出生的城市 去別的城市那裏讀書 你亦都不會抗拒 在另外一個城市 畢業之後 留在那個城市那裏就業 我們最近幾年 其實都有一個趨勢 就是香港人回內地做事 其實現在回內地做事 那個人口的數量 其實跟外國來說 還是差一段距離 而且大部分香港人 往內地工作 其實他們都是講 在週末上回香港 所以我覺得 如果香港要未來發展 特別是 隨著中國內地的發展 越來越蓬勃 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 將會是 其實跟香港的水平 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出路 就是要多些回內地 接受教育 以及去做工 其實這是一個大勢所取 並不會構成任何洗腦 我覺得那些可能是有少少陰謀論 其實要攻擊 就永遠都有攻擊 回內地又說洗腦 去外國又說浪費納稅人工錢 其實我覺得 要從香港的大利益去看 我想不可以單方面去看 因為一個人去到某個地方 其實跟那裏的學生 他是一個相互的交流 如果你擔心被洗腦 反過來 其實我們可以將我們香港 一個開放的社會 一個自由的文化 將這個信息帶回內地 告訴他們 其實香港現在是這樣的 其實大陸應該是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你不要想著 我去到一定是被人影響 其實你可以去影響那個地方 做一個疑風逆軸的情況 所以其實交流應該是雙向的 而且我覺得你香港的學生 其實熟習內地的情況 日後找工等等都是比較有好處的 語文上面也有很大的優勢 現在聽說有些投資銀行請人 如果你的香港學生 未去過外國 又未去過內地 見工機會都不給 所以其實我想我們香港學生 除了要讀好書之外 還要多一些在外地 無論是內地或外國的經驗都很重要 所以其實今次有另一個措施 都是遵助一些清貧的學生去其他地方交流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其實去年的施政報告 已經有初步提出了這個方案 當時就是有一些學科上的限制 今年的施政報告就最進一步 就是將一些學科的限制都開放了 這一個我們是歡迎的 因為其實過往 都有這一類型的掌學監給香港的學生 但是就是私人機構去做 第二就是學位的數量很少 其實我之前也是讀一間國際學校 其實那間國際學校不是很多基層的學生去讀 所以我們都見到很多那些學生去虎房 即使他入到一些外國很知名的 例如哈佛、Princeton那些 但是他沒有錢去讀 而那些獎學金也不夠被他去負擔 我們覺得這些這麼厲害的學生 可以入到這麼知名的大學 但是沒有這樣的條件去讀 其實是很可惜的 我想正如一指經所說 他有能力的 你一定要給他合適的機會讀書 千萬不要浪費了人材 至於你剛才所說的一個交流計劃是多了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經常是中國人所說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即是有個機會讓他去到內地也好 去到其他地方也好 開拓他的眼界一定會認識多了 看到不同的東西 和結交多點朋友 對他成長來說是一件好事 你和年輕人溝通 你覺得年輕人對職業這方面 他們接不接受 其實有不同的工種 有不同的成就 我想其實要香港有一個傳統 家長都很希望子女 走某一種career path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醫生、律師、銀行 轉去一個比較廣闊一點 其實是需要一段時間 但我們的社會是在向那個方向走 譬如我們近幾年 我們見到建造業 那裏是很缺人的 令到他們譬如釘板、炸鐵這些工種 收入高了很多 我們見到很多都不少 一些高學歷的學生 不著業之後 去決定去從事這些工種 所以這個方向是有一段時間去做 當然教育方面都可以配合到 剛才其中一個 我覺得今次施政報告 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就是在大學裏面加設學位 去給一些運動、藝術 或者其他社會服務方面 有成就的學生去就讀 其實是可以由大學的校園 已經培訓到一些 是多方位去思維的一些學生進入去 另外就是專業培訓那裏 譬如之前職訓局的效能 因為其實我們在副學士出現之前 其實香港的職業訓練是做得OK的 但是自從副學士出現之後 可能有一些家長 就是因為你剛才說的那種 傳統的一種思維 都很希望他們的子女去讀大學 就可能逼了一些 可能他本身不是很適合去讀 所謂的liberal arts studies的人 去讀了這個方向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現在的政府 透過一些譬如職業培訓 其他那些去開設一些實際的 即是一些職業的學位 去給這班人的話 其實這個方向是好 其實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你除了他們有沒有興趣呢 希望社會有一個看法 現在我們看的社會有一個看法 是很不健康的 就是洗碗的人工 比大學畢業生更多 為什麼洗碗的人工 不可以比大學畢業生更多呢 尤其是洗碗的人工 可能30年都可以洗碗的 反映這個社會有一個很不健康的想法 職業是分了貴賤的 大學生做的職業 就應該很高的工資了 沒有大學畢業 就不應該拿那麼多錢的 我也同意 梓敬剛才的說法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 我們都這麼先進 也有這麼多西方文化 但我們依然都是想著 公自不出頭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你看回社會上面 其實有很多不是大學畢業的人 他們有很高的成就 剛才廚師是一個例子 奶茶王是一個例子 有很多著名的設計師 他們也不是在某些著名的大學畢業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家長 例如在Ivy 或者職業訓練局下面的一些機構 其實他們就著自己的專長 和他們的興趣 是可以令到你的子女有一個成就的 在這方面是一個專家 是一個出路來的 所以這方面 今次的施展報告 我覺得有兩個提議是很好的 第一個是打算成立一個委員會 特別去研究和去推廣職業培訓 希望多一些年輕人接受這件事 第二件事他提出很好的 就是撥一些資源給學校 去幫學生做生涯規劃的工作 至於生涯規劃 對我來說 我們奪了一脫 這個概念是很陌生的 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生涯規劃 是不知道什麼 但是哈勤你和年輕人接觸 你覺得西涯規劃 你覺得西涯規劃 能否幫到他們 這個名詞 我大約是十年前 在一個社工的口裡學到的 即是說 等一個小朋友 在初中的階段 甚至中學的階段 已經知道 做帝使自己的志向或者工作的方向在哪裏 這個是對於年輕人 如何規劃自己日後發展的方向 是有一個很好的幫助的 譬如我心裏面想著 我是帝使想做個漫畫家 我想做個設計師 但是當你真的嘗試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要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 不是說我只懂得拿筆畫畫 是要有些職前的培訓 或者你去做一些事工的工作 發現我是否真的合適做這件事 如果我不合適 我欠些什麼 我要繼續努力 可以放一些時間 在某一些自己的短處方面 加強你認識自己的長短 沒錯 當然 我發現我真的不適合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可以提早地找我自己 另外一個人生的理想和目標 你擔不擔心 其實我們就說 會分成這個社會裏面 有不同的崗位 有不同的人的才能 於是有不同的發展路向 你擔不擔心家長 或者年輕人本身是不接受 我是要做律師的了 我是要做銀行的了 所以要從兩方面去進發 第一就是要家長 剛才阿克勤講到 家長要有一個概念 不一定要是那些職業才有出路 很多時候我們都見到一些家長 當一些小朋友 通常中學畢業的時候 他們都嘗試 譬如他們進不了傳統的學士學位 嘗試去碎他們任父學士 好像有機會進到傳統的 有線希望 我都希望家長可以持一個 比較開放的態度去想這件事 第二就是學生方面 因為通常決定去哪裏升學 都是一個家長和學生雙方面的決定 剛才提到一個生涯規劃 其實我覺得很好 我們經常強調社會上 我們希望 當然不可能完全是公平 但我們希望那個起跑線 可以是相對平等的 所以我們其實那些生涯規劃 在很多傳統的名校 或者國際學校 其實一向都有 他們有一個careers office 有一個dedicated的老師 去教一下別人 如果你想做這一行 其實你這個夏天 應該是在做這份 internship 又或者如果你想在這裏升學 其實你現在應該在考慮什麼事 我覺得如果把這個概念 推去一些比較草根的學校 給他們一個機會 在早點的年紀 了解自己的強項在哪裏 他們有機會 反勸回他們的父母 給我一個機會 去試一試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互動是會見到的 我覺得梓敬剛才說的 實習那件事其實是很好的 亦都是施政報告裏面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幫助到 年輕人在就業方面的政策措施 因為我們看 其實年輕人現在 有時出去找工作的時候 經常被人說 你沒有經驗 或者你對這方面完全沒有認識 但是從年輕人來說 他們會覺得 我沒有經驗 但是我肯去做 你給我一個機會 那怎樣 在他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已經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外國有些例子 我最近看過 加拿大悲思省 他們就是有一個 一個學校高中 所有學生都要讀的 一個這樣的課程 就有一個專門的老師 他去聯繫不同的商界的朋友 然後提供一些實習的機會回來 學生怎樣去做那些實習的機會 他不是就是 老師叫我去讀就讀 他去做就做 不是這樣 他真的要寫求職信 真的要跟其他同學去面試 真的要去那裡上班 上班後如果你做錯事 一樣是被老闆插 一樣是被老闆罵 然後回來的時候 他才由老闆給學分他們 你變成跟我們現在講的 一些就業職前的培訓 可能是有些不同的 或者實習計劃是不同的 因為他真的經歷在這個商場裏面 商界裏面是怎樣去運作的 是吧 他就很有自己 知道自己的缺點 知道自己的長處在哪裏 是專門去做這些商校合作的實習計劃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對於我們的年青人 日後投身社會工作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還有司機報告裏面有一點 我覺得都好的 想不想請你去講 就是他會給一些年青人 他可能入了某一個行 人入了那個行之後再去培訓 因為其實坦白說 我自己的年青人都很帥 你對我十多年上次 可能我都沒有很定性 但是我進去做一件事之後 發覺有興趣 再給我培訓 就算做那一行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進升機會 但是如果你有培訓給他 其實很簡單 安勞院 你現在叫他安勞院做一個 我們叫做personal care worker 就是照顧的老人家 他以為一輩子沒有出頭 不是的 他可以培訓完之後 可以做院長 這樣就令到我想 每一個行業都有個機會 給人去成功 然後有個階梯被人爬上去 我覺得這次施政報告 這個提議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很好的一點 就是說 你剛才提到一個現象 就是傳統香港學生 他很喜歡去追潮流去讀一些東西 IT很興旺 我去讀IT 精算很興旺 我去讀精算 我覺得有時候 追潮流這件事其實不是那麼好 因為我們都見到 如果你追潮流的話 第一 你可能摒棄了 你自己本身最有興趣的東西 第二 潮流會轉的 如果你是做一樣 自己沒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的潮流轉了 你就會做得很辛苦 可能那些潛意 或者career prospect 都不在 反而你集中做你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其實總有一天 那個行業會輕旺起來 你就可以吃了頭暫湯 所以我覺得 這個選擇的生涯方法會比較好一點 我想Rawrence 你剛才所說的 先入職後培訓 那樣東西 除了是說 幫那個年輕人 在技術上有些提升之外 其實更加重要的 就是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是給他一個前景 因為你看到 譬如說年輕人去做一份工作的時候 他做得長做得短 其實很看他那份工作有沒有前景 像你所說的 我做一個護理員 如果永遠都是做護理員的時候 那我可能三個月就離開 其實都是一個厭惡性的工作 但如果我是先入職後培訓 你是可以讓我看到 我有一個晉升的階梯 就算我做不到院長 然後我培訓完之後 我可以去讀一些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的課程 我以後可以做護士 這個我可以辛苦的捱幾年 還有拿一些經驗 拿一些實習的效果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有前景的一個機會 我想是更加容易吸引到 不同的年輕人 去不同的行業去做事 今天很高興 有兩位年輕朋友上來跟我們聊天 但我想這件事 我想兩位答應我 尤其是兩位都是社會知名人士 社會的網絡很闊 香港始終是職業分貴賤 這個概念是不好的 令到很多年輕人 其實是不開心的 他做了某個行業 他以為自己這輩子沒有希望 那就使出社會很多怨氣 希望兩位其實在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崗位 都會盡量講一些 成功的例子 去說服大家其實要改這個觀念 只要你做的工作是對社會有貢獻的 是對大家市民的服務是有提升的 就不要分貴賤 同意 同意 多謝兩位 多謝